吹灰生死和黏天心的記憶 才能救臺灣 十輩成... 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歡迎光臨 鳳親時代 我們現在回到第二端 跟我們平安城先拜 我們再說 總統雞肉啦 實在有那種... 你如果說要坐這位 這位也不是好坐 你要學校什麼都要學校 你做人的媳婦 還比較濁濁就對了 什麼都要管理到 但是總統的重點就是國宏 外交嘛 兩大大點 國宏就是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不然你每個總統要選舉都要去美國 就要先去那些人會幫你問 你如果做台灣的總統 東南亞亞洲的國家自委 台灣的戰力點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你如果做總統 你要怎麼來扮演這個角色 尤其你跟中華民共和國 跟我們台灣的關係 又是經常在那裡 他經常在那裡 他經常在那裡幫你 幫你消滅禮 你做了這麼少的國 你要怎麼去扮演這個角色 不要影響到自委 國家的人的安全 這都是做總統的任務 有嘛 這樣好 現在我們先來講這個角色 對 台灣現在最嚴重的事情 就是說 建政在台灣水準發生了 這是今天 今天 今天 這已經 沒辦法讓你先別來 這個 這個 不是我 我 隨便說 這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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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美國通過這個 台灣魯英文 台灣魯英文 這條 法論 就說 今後 美國的大官 所謂的 政府政在台灣 台灣的 總統 總統也可以 國保護 都可以直接 可以正式 去美國 各官方 訪問 他這個 台灣 境外辦理 境外辦理 可以去美國 境外 我們台灣就能辦理 一間 這個台灣旅行法 當然這就是已經卡到中國大陸的國家分裂法 他已經卡到了 卡到我認為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國家分裂法 他說台灣是中國國內的一部份 一部份的順暢 因為在美國的時候正式外國要來台灣 像台灣的總統 總統就是國家領袖 要去美國正式訪問 這已經卡到中國大陸的國家分裂法 這算是 說起來算是大陸的 所以因為這個國家 台灣旅行法通過之後 第一天還是第二天 他這個 中國大陸之家 那個寮令河的航空母男就由台灣海峽的什麼 北平 通過台灣海峽就南平 第一天還是第二天 再來 最近 最近 李沙 四月三的李沙 他大陸的軍旗 軍旗喔 他的軍旗是七百隻 經過台灣跟流去的海峽 中國海峽了 而奢侲於台灣的東募́台灣人東募巡後 那世世維台灣的南平 寫下廉料 時照門來的路寫上去 中國台方明星 所以這個形勢的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怎麼說就是 中國大陸已經專民了 專民對台灣進行這個專民的封鎖 這封鎖的就是隨時有發生建設的可能 因為 因為啦 這些說法是怎麼說 因為 你要知道 因為美國有一個法律叫做台灣管理法 國內法 它裡面有說 主要有人介入對台灣的安全和違法的孫 美國用東洋武力來拜託 美國國內台灣管理法有這條規定 它這不是總統 它這是由美國總統來認定 派兵 這件事在1996年 李定輝的時代就沒有發生過了 沒有發生過了 那時候就是因為李定輝提出這兩國人 他這兩國人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一國 中國大陸一國 台灣並無其事 中國大陸的這個領土 所以 李定輝公連向這次的宣佈 台灣是敵屬的國和國的國 所以 因為這個宣佈之後 中國大陸就發生什麼 發生第一件事就是 向台灣的北部 南部 發射肥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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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向台灣進市立 那當時 美國的總統 克林總統 馬上派兩隻大型的 香港武器來台灣的 太平洋這片的 台灣那邊 派來 來... 都嚮嚮台灣就對了 結果 中央大陸 結果七八個月多久 中央大陸因為 因為工作不夠難 所以這個 變成鐵腿 所以因為 並沒有發生風 兩天建政 台灣做建議發生這個事情 這是歷史啦 有啦 有啦 因為有發生空爆彈 很多 怕很多空爆團 結果 台灣人很驚訝 包一人出六萬塊 我多少包一台巡 來看共批怎麼打台灣 現在他的空爆彈 彈殼都把他撞一撞回來 做紀念案 他就是說 專題最重要的第一把 第一不要連的就是說 台灣 如果是他的國家 如果是他的領土 他就走得好拿回去 沒有人跟他做董 你帶你 如果要年齊台灣很簡單 你怎麼帶不拿回去 你在那裡發生 唱手 唱七十幾年 你就好等 你就拿回去就好了 你就不用這樣嘛 不用這樣 常常在那裡幫你圍圍圍圍 放繩子 唱七十幾年 所以我就覺得 中華人民共好說 他如果說要擔武 要擔台灣 台灣 那不是吃菜的 不是嘛 台灣也有 我們也有武力 我們也有軍人 所以他說 他只會在那裡用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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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裡叫囂 他就說 廣話說一百遍都變成真理 他就是說 他如果唱 他如果唱 唱過就是他這樣 他 世界上有時候 他如果要擔武 為台灣擔武的時候 看他們的維吾爾族 新疆 西藏 蒙古 他們裡面的七月糕的那裡 每天都想要獨立的那裡 才不會擔武起來 所以說他也是有上當的 那裡只有一個水 在那裡憨怕人而已嘛 這樣而已嘛 我今天選項要講 剛才講的這段 要再講一遍 就是要讓我們大家 兩千 十八萬人的我們鄉親 大家要親親和認識 中國台銷跟美國 等台灣 台灣 發現戰爭的可能不是沒有 現在不可以拜託 每天都有可能 每個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 不然北條線 經常在那裡 經常去日本 沒有一天 日本跟北條線 會先打起來 也沒有經常 他只要把我 拚到我的 國土 人民 人民財產的損失 的時候 他不得不就要去兵了 再來 他要打過去美國 他去擔任美國的國土 跟他的人民 美國跟他擔任 也是照相會 每個地方都一樣 都時時刻刻 都會發生戰爭 現在在戰爭中的 我們當奧國家的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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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每天在戰爭 一大小 這樣而已 啊 就是說 就是說 這跟我們說 就是說 我們現在 法理台灣的時候 不可以拜託說 這是可能 這是說 美國跟中國大陸 跟台灣做 建定 不能拜託 這個 這不拜託以前 台灣 你要說 好過日 可能很困難 很困難 啊 尤其什麼 尤其這個 譬如說 台灣說 要經濟發展 要經濟發展 就是 要 要很多人 國來國外 很多人來台灣投資 來 打入這個 基礎工業 萬一來台灣投資 這裡有法作 說 給台灣這個 經濟發展才會推動 但是 台灣今天 如果說 這個局民 這個 台灣做 政府的這個局民 啊 沒有拜託 那一天 台灣這個 機會很少 所以說 會越來 台灣這個社會 台灣這個 經濟發展的機會 會越來越壞 會越來越壞 這是 可以 以後 這是一定的道理嘛 我覺得說 你如果說 要經濟發展 你第一 你政治要穩定 你政治穩定 啊 這個 紛亂的 這個 就 減少 票便嘛 啊 因為我們這個是 半調子民主 我們台灣沒有民主 我們的民主是半調子 啊 我們的舒緩 是 國民黨 我們都會在那裡 在那裡 繼續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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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鉗制台灣人民這樣 就是說 你還要讓 要讓這個 世界各國 看看我們 我們 要先有一個 健全的 這一個 政敵的這個 實體就是說 你有一個國家的時候 人家比較愛來這裡 內豬 還不就是 台灣 不知道是今天 還是什麼東西 有些人都想要吃你這粒豆 這粒豆沒有煮到現在沒有國家 不是國家的 我如果武力夠就給你吃 給你賣 所以說我們的投資的議員 最主要就是台灣有兩個國家的人在這裡 這個就是中國的國民黨 走路的這些難民在這裡 繼續在這裡亂 一個是台灣人傻傻在這裡做的 台灣有在世不知道在這裡做的 所以說我們的台灣說 你說要要平靜 要要撒邊撒邊戰爭 這就是要有高端的地位 什麼人可以把這件事擺平 這個人就是贏 這樣 因為我現在說的重點就是 四十年前 三十年前 李靈福一直發生 台南和台樓這個 這個叫做 空爆帶巡行 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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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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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形勢已經改變 改變說現在 中國大陸的這個設立 已經 從台灣 頭大陸 都全民保養 這是三十年前沒有的現象 這種現象呢 當然 當然 美國的概念 美國的概念 但問題就是說 因為從這五年以前開始 美國的一些政府的政策 有改變 有改變 因為一樣 他鼓勵說 喔 中國大陸的這個 匯大陸的這個領域 已經有辦法切裁 美國的航空污染 和台灣 已經有這個領域 所以美國要介入台灣的這個機會 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所以這個形勢就像 我們變成說 台灣這個什麼 中國的這個安全 還是說這個 穩定 這個問題 也不然中國大陸 民對民 去國 還是去逃 絕對不可以 這是 現在我們今天所未對台灣的 這個形勢 關鍵 到現在你在這樣說的時候 這邊 美國在這裡什麼流行法 還有現在 AIT 這個 人家的軍人 青軍人 這學的野戰部隊 那些人已經 人家已經全排在那裡 雙瓶都秀出來了 中國 在那裡 倉秋 一世紀 我說台灣 現在他怎麼不倉秋 他現在怎麼不倉秋 你中國的武器 有法度參與美國那裡精涼 那台灣我們都沒有武器 這幾件事 我這樣說法 這個 美國 美國去台灣 這個第三關這個事情 因為他要不正式 生日 就要去 去好就要生日 就最近了 所以說 美國海軍陸戰隊來台灣 這個事情 這還不正式 那不是說 人家已經在這裡 生平都秀出來了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定了 你不是說 已經派來這國 對不對 你說派來之後 他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就有理由 跟他打台灣嗎 因為這個 台塞館 事情我比較不了解 台塞館 因為台塞館 這是屬於美國的英土 嗯 屬於美國的英土 對呀 屬於美國的英土 台塞館 譬如我們 台灣 入美國的 台塞館 就是台灣的英土 入美國 照國際法來講 那不是美國的 這台就屬於美國的 不是屬於台灣的 照國際法的公法 所以 他派到政治的人來 這是不是 我們說 就是站在台灣 不是站在台灣 他算不是站在台灣 他算站在美國的領土 但是 國際法來講 是安公法 這第一點 我告訴你 這點 第二點 你說台灣的入園法 雖然說 台灣的總統 可以去美國訪問 美國的大官 可以來台灣訪問 但是 台灣的入園法 有一個困難 要派 要尊什麼官來台灣 要尊什麼官去台灣 最後來的 決定法是 美國總統 故意 不是說 法律 美國總統 要怎麼做 他如果法律是 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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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就是說 當然 他的官員 要去白的國家 都要向他 向總統 報告 如果總統 認定的官員 他如果不送的時候 你看人 在美國 他的官員 在外面 當地進行中 他就能把他 折捕起來 美國就是 這種 當然 他的派過來 他來台灣 就是 美國總統 他的派來 派他過來 不可能 他遇到民間 他們送這個 送這個 過來 不可能 一定的 因為 過期 過期 就 叫做 美國的行政命令 他就有一個 約束 大官 不能去台灣 不能去美國 現在都可以 這邊都可以 過期 他有一個 沒有規制的規定 現在改變 改變就是說 法復改變 收盤美國總統就決定 我們可以派 派 補長 還是派美國的副總統 還是我們來台灣 可以 台灣也可以 派 台灣的總統 還是補長 去美國進行訪問 主要是美國總統 OK 就可以 我們這邊 要派過什麼人 也要創造 文總統 指定 你什麼人可以去 什麼人可以去 也是一樣 這是國際 管理 我主要在說 就是說 現在美國 在這裡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怎麼會比較快 開庭 比較快 說你台獲 在那裡 有什麼路 沒有 因為這時間 他有能力 沒有 第一時間還不夠 什麼時候 他開幕 開幕那天 開幕那天會幫我們 不是 你說海軍陸 派來台灣 開幕那天才知道 百萬一百正式 正式是有這樣 這第二點 第二點 第二點 當然是美國有一個法律 叫做國公司法法 就是說美國的軍人 可以正式 正向台灣 可以 當然 他不是 定式 說一直要來 就是說 虧來 阿虧不來 當時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那時候 中國大陸派去美國 台塞館裡面 這個公司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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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說 加速米軍 再登入高雄的時候 就是台灣 開門那一天 他就是要開設台灣 那一天 說那個沒禮沒室 結果在那裡 讓妹妹 結果人家把他揭露了 對啊 沒有 這個事情 我們這裡 要重量看 米軍正式去高雄 或是台灣的地方 你現在知道 說 到底 中國大陸這個 美國 是美國 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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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問題在那裡 對啦 因為這個國際 這個 四共 瞬息萬變 都在那個 變動中間 剛才我們看到 川普跟 現在金正恩 要回面 說的 這很好嘛 因為你金正恩 他每天 開這個 砲盤 他每天說 射到美國那邊 現在美國總統說 我來跟你 對面說 現在中國 他就 利用說 怕說 美國 跟金正恩 跟金正恩 去經兵之後 他怕他們兩個 合作的時候 空大起來 你中國 你那裡 山寨版的 軍事 就 就 漏線了 他就怕 他現在比較快 就說 水是飲是飲 再跟金正恩 去回眠 這就是說 在國際上 噁一噁噁 你這樣 耍陰險 殺手段 什麼人的手段 比較高 什麼人就贏了 好 我們現在 先拜託軍事 我們待會兒 我們糟糕再回來